较去年32件37人比较 发生数减少14件 死亡人数减少17人 那我们根据发生比较大宗的机老酒 这机车老人酒驾跟学生 我们做一个分类 那发生的件数如下 机车死亡发生8件8人 较去年同期11件11人比较 减少3件3人 A2发生1075件减少77件 老人65岁以上的年长者 发生6件80 较去年同期发生的12件14人 减少6件6人 A2受伤发生430件 较去年同期433件比较 减少3件 有关九二驾车部分 这一期没有发生 那较去年同期减少2件7人 那A2部分发生81件96人 增加了9件11人 在学生部分 本期没有发生 跟去年同样没有增减 另外A2受伤部分发生131件196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70件123人 你根据本局统计去年全年 花年地区发生38件的一个死亡车祸造成4030 那跟103人 59件63人比较 死亡人数减少20人 减少比例高达 31.70% 是历年来减少比例最高的一年 在旧疫苗事故发生的群组中 我们分析发现 老人65岁以上有14人死亡 占全班死亡人数的32.5% 另外原住民同胞有22人死亡 占所有事故的51.2% 这是两个最大事故的一个族群 那在发生事故以后 我们会要求 辖区的分局长组长 侦察队长所长到现场来了解 强化各项的一个情务作为 并针对每一个交通事故 分析他的一个违规行为 来强化交通设施一个损害的通报机制 我们也结合地方资源 共状良好的交通环境 也加强情务作为增加舰紧率 我们使用手持式的测速枪 以燃检的方式提高舰紧率 希望能够降低驾驶人的车速 达到防治的效果 在加强正典违规执法部分 而且交通执法交通工作 着重于造势因素有关的 恶性的一个重点违规 那基本上一般轻人违规我们都是以 劝导为主 以符合民众的期待 那本期取缔各类交通违规 总计五万四千零五十六件 那这里面其中取缔重点交通违规 久后驾驶有 一千七百四十四件 超财四十三件 无照驾驶 一千七百零四件 超速是最大中 三万两千 一百四十八件 闯红灯 四千四百三十三件 等等 那轻微的违规券讨 四千两百四十七件 另外在加强便利服务措施部分 各位议员 一再的希望我们能够在嫁入期间 或者是在 遇离比较偏的地方 对于酒后驾车的行为人 在假日前一天或假日中 因为酒驾被本局机查取缔 能够在当地缴纳罚缓 领回一致保管车辆 那我们本期代收酒后驾车罚缓有十一件 另外交通事故的一个资料网络查询 本局受理网络申请案件 三百四十件 较去年同期 两百四十六件 增加九十四件 生活民众的一个肯定跟好评 另外为了服务南区 计人车司机 各位建议在双月的第四周 星期五能够派员 前往玉璃分局 办理职业登记证的一个换领 跟验证移动服务 我们还是都遵办来照做 那从一百零三年二月十四续军 生活南区计人士司机的一个感谢跟好评 在加强交通管制疏导工作部分 本县是一个观光大县活动特多 所以我们在 算用我们警律跟名律 在尖峰时段 例假日 重点节日 连续假期 比如中秋节 双十节元旦春节二二八 和平纪念日 以及观光景点等等 包括大型的计人车 自行车的一个 登山王挑战赛等等 还有雪季勤舞 我们都加派 请力来加强交通疏导跟管制 本期规划交通疏导管制 勤务总共动用警民力 八千五百六十六人次 另外我们也加强交通安全的宣导 我们办理机关部队 学校社团教会的宣导活动 继五十六场次 运用新闻媒体来持续宣导 有四十七次 另外我们持续加强 市区的交通尖峰 例假日 各观光集点 跟县内的体建 观光荣特产 同交通的一个疏导指挥 我们也一再的加强宣导 民众不要有酒驾的行为 希望在喝酒以后 客尊回家 安全回家的三大原则 一是找家人在 二是请朋友带 三叫小房来 那我们本局也针对五年内 就从一百年一月一号 到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为止 因为酒驾遭受取缔 两次以上的一个民众 总共有两千八百九十四人 我们藉由劝导跟居家的关怀 由各分局辖区的政务所长 随时前往在万泽住宿来宣导 酒后不要开车 指定驾驶 带轿计程车等等 以建立民众所法的一个观念 另外我们也落实保护护佑 安全的工作 那本期我们受理 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三百八十七件 较去年减少二十一件 申请保护令八十二件 核发保护令两百九十二件 执行保护令三百九十七件 查获违反保护令四十七件 有关信息那部分 本辖列管因登记报道 加二人有一百六十人 我们都依规定完成登记跟报道的手续 那教育机关跟社会机关 也申请查阅相关资料 总共一千零七十八人次 另外本期也查获 乌童性教育案件十二件 另外我们也加强妇幼安全宣导 总共办理校园巡回 宣导十六场次 儿少保护安置机构 宣导两场次 大型的活动宣导十三场次 在儿童保护部分 本期通报高风险的家庭有十一件 那本期我们防处少年犯罪部分 总共全班行案一百一十七人 较去年同期比较减少七十四人 那这里面包括窃盗犯罪三十三人 三十三人减少二十五人 伤害十八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五人 其他案例六十六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四十四人 在执行扯效部分 等级我们取缔违规场所有五件 取缔邦派吸收少年犯罪有三件三人 成人贩卖第二级毒品 给少年吸食两件两人 查握少年使用第二级毒品三件三人 其他资料请参列 另外在宣导及预防缴制重人工作部分 本期略管少年九十万名 我们都按起来查访 另外我们的取缔不良场所 实施专案十三次 卷导登记两百一十八人 我们的积极防治帮派 霸凌暴力及毒品入侵校园 等其查入少年加入不良帮派 组织案三人 毒品案十七人 有关强化社区防卫能力部分 有关民力的主训跟辅导运用 我们都按照规定 每半年半一次的民力主训 本期动用民力来协助维护资安流 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八人次 那对于民力因为协情保护与权利 我们都定了规定 那本期总共有协情人员 申请福利互助案件八十四件 申请保险给互三十七件 本局都依规定合办跟给互 那目前我们社区首要相助队 有四十四对一千七百九十二人 平时这些乡亲都有工作 但是他们也愿意在 请他时间拨出来为地方服务 那本期我们的巡守队也协助 查过各类刑案三十四件 以及为民服务三十五件 这些同仁对社区安全的维护 具有正面的意义 本局也都表示非常的感谢 那执行一百零四年警察机关 重大人为维安事件十几年练 跟一百零四年三地警备治安演续 本局分别经内政部警政署 和列平族地市跟全国机欧 单列的全市民等家机 另外本局持续建置路口监视系统 你记到今天为止本局 总共建置了路口监视器 两千零一处 两百五十五组 三千八百三十五支镜头 那今天除了少数来自中央 跟一般性的补助款之外 主要都是贵位 议员女士先生那个补助款 那一百零四年 蒙贵位补助之金会 共计新台币两千三百 两千两百三十七万 建置了两百零三处 七组三百九十八支镜头 其中本局共建置了路口监视系统 八十八处 三组一百六十六支镜头 对于治安的一个防治注意胜大 在此由衷感谢 另外路口监视器主要功能在于 提供影像 供警察单位作为侦查犯罪 或者是厘清事故责任的参考依据 本局向来重视并鼓励 原警来善加利用 一百零四年九月到十二月 总共我们经由调略监视系统 查查握的案件 总共有九十五件一百零五人 今年一到三月有一百零一件 一百一十七人 显示员警已经会加强利用监视器 来协助侦办个例案件 那本局的路口监视器 是以治建的光纤传输影像为主 同时利用线府的光纤 及租用中华电信 部分的一个网络 形成全线的网络连结 所以除了节省庞大的机会之外 我们各分局跟各分驻派出所 可以透过远端的查询功能 互相调略入口监视器的画面 那所有的监视系统 我们很重视所谓的妥善率 平均大概都能够维持在百分之九十七的一个妥善率 另外在各类枪道弹道弹料刀这类管部分 目前类管的支援枪支有1499支 那我们一再教育同仁 要尊重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要求原警在查查原住民 乡亲持有自用自制的裂枪案件时 要以内政部警政署查查 使用自制裂枪作业的程序来处理 在提升服务效能部分 我们持续推动干离窗口作业的流程 及受理罢案的全程录影 要求所有的原警在受理罢案 要特别注意态度跟观念以及应对进退 我们持续要求原警的电话礼貌教育 跟服务的态度 在激励原警士气部分 我们办理各项文康的活动 办理原警的因公商产的慰问 以及林选表扬好人好事的事迹 那以激励原警的士气 在官员弱势族群部分 本局总共有780亿位的同仁 是本地的花年县级的同仁 所以我常常能力 花年县的警察同仁 从事警政工作 一定要心存百姓 心存乡亲 因为正义之外还有慈悲 绩效之外还有温暖 我们警察同仁在做好 自然交通等本职工作之余 会期许他们具备同理心跟正义感 利用我们各种勤务的机会 来发掘民谋 协助来马上关怀 让民众感受到警察的铁汉友情 那本期总共我们通报了415件 核花415件 那核花的金额 总计445万7千元 另外我们也依社会救助通报 转介到相关的社务单位 有415人 那为了提供我们辖内的弱势族群 有更多的关怀跟协助 那个人到任以后 特别邀请台北的三阳基金会 加入本县的吉兰救助 的一个服务行列 那104年 该金经会由金流等局的一个转报 提供了紧急援助个案 32件32人 金额78万 那105年 迄今有8件8人 援助金额16万 另外本局也协助通报 财团法人张荣发 实战基金会 总共88件88人 援助金额39万 跟辅助相关的物资 一批 那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 本县的凤宁镇有81岁的陈老先生 因为79岁 行动不便 因为他膝盖开过刀 仅能以轮椅来代步 一有外出 他都用焊接铁管绳子 将轮椅固定在机队后方 那因为十分危险 那我台北的朋友知道以后 主动表示他愿意赞助所有的费用 那我们也打造他专属无障碍的一个 机车 然后旁边悬挂一个附带的一个 一个台子 那整个送给他以后 他非常的感念 那整个他现在进出就相对安全许多 另外每年三大节日前夕 现场夫人都会率本局相关的单位人员 对辖区弱势的家庭实施 关怀的仿视 并制正日常生活用品 那本期关怀仿视弱势家庭有200户 另外我们处理社会案件 跟合发警察记录证明 本局总共合发了1445件 另外我们查过行踪不明的外劳9人 本局在办理104年 防处外籍及规划我国籍的人士 在台从事恐怖活动工作 境内政部警政署 凭了为全国的遗嘱第一名 因为我们改善办公听设 充实我们的警用装备 也台湾老旧的警用汽机车 我们也对听设加强整修跟补墙 对于警察局的周边应急设备 我们也太旧换新 那我们也把战斗教练场做一个整理 也加装太阳冷的夜间照明设备 我们在篮球场跟停车场的围墙的栏杆 我们全面换新为不锈钢的一个栏杆 那我们远景的服装也都完成招标 另外在落实远景的考核申签部分 我们所有的奖程任免签调 都是根据相关的法规来派免任用签调 务局要求符合公平公正跟公开的原则 那事实上个人的用人原则 一定是德彩兼对优先 否则宁可得胜于彩 所以在每每有重要人事案的时候 我都先考量他一个品德操守 然后能干肯干的优先用 虽然不是很能干 但是他肯干我们乐于用 你也能干但是不肯干 我们不想用 既不能干又不肯干 我们根本不考虑用 这列为淘汰的一个对象 另外我们也持续精神远景的教育训练 不管是继长训或是半年的隋科 测验等等 我们都按照规定来施教 重演的一个要求 另外我们也应邀全晚民间来授课 我们全晚各机关团体学校 我们指导他们防身术有六场次参训的民众300余人 那104年11月我们参加警政署104年的长枪射击成果验收 也得到遗嘱团体成绩的第一名 另外有关促进警察公共关系部分 我们也持续的发布相关的新领导918件 那我们有9个脸书 我们都把相关的警政措施 为我们服务事项 预防犯罪宣导交通安全须知等等 以及好人好事的表扬等等 我们都堪认在上 持续来推广 那在这段期间 在现场的支持领导下 在各业议员女士先生的颠册指导下 我们所有的警察干部同仁 都很努力 在各项的评比上 也有一些好成绩 那在维护治安部分 内政部警政署104年第四季 全国各县市 在整体治安满意度调查 我们的满意度达86.09 核类全国第二名 在治安上所做的努力调查 满意度86.53% 评类全国第二名 在居住社区 或者是住家附近 整体治安状况调查 满意度92.94% 经评为全国第四名 在打击犯罪治安维护的能力调查 满意度百分之八十三点六七 经评列全国第三名 那内政部警政署 平和一百零四年下半年 查普逃犯工作 本局列为第一等地 那执行 因色尿域 裁员人的实施计划绩效 达成率百分之八十七 平和一百分 列全国平主第一名 那全国同步查去毒品专案行动第二阶段 平列平主第二名 那去年下半年减速黑道办卖工作 经平列 平和为全国特优的第二名 另外有关三地基下平和 移属第三名 另外打击坊间非法确定专案 平主第三名 那其他重要请政工作 比如外事的资安资讯工作 盯主第三名 外事咨询 列全国的第三名 另外我们家长查处 人口算命的成果统计 移属第四名 那至于其他的各项评评 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在参与后面的附件 未来的工作重点 我们会持续加强 强化科技增访 严密治安的防护的网络 我们会善良民间的科技专才 齐力来防治科技犯罪 我们会延期科技的发展 遇拟科技犯罪的防治作为 我们会运用科技设备 资源外勤来侦来侦办刑案 我们希望以网路来代替马路 向科技借景力 达到科技见景的一个目的 在营造顺畅交通 维护便捷环境部分 我想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我们都很清楚 花园好山好水好人情 又是以观光力线 未来交通这个区块 有必要我们持续投入更多的心力 一起来加以关注跟改善 我们传统改善交通有三大策略 所谓三一政策 就是教育工程跟司法面向 那最近我们把加入应该要考虑 所谓的环境的面向 也就是所谓的第四一 那这个环境的内外在因素 大概可以包括以下各项 第一个县市政府的首长是不是支持 第二地方自治机关的支持程度 第三民意代表的好物 第四警察机关首长的重视程度 第五交通执法人员的责任感 第六司法单位跟人员的支持肯定度 第七媒体舆论的支持与否 第八医疗体系的分布情形 第九民主性的差异 第十地域性的差异 十一是交通法令征修速度 是不是合一 十二是监理机关 是不是落实监理相关法令 当然还有自然气候影响等因素 也就是说要把交通安全做好 必须大家一起来才能够克进其功 所以本局会持续来加强交通执法 提升用路的安全 尤其今年中央推动交通政策方向 是路口来停让 速度管理 机车安全以及汽车开头灯 等四大大弯主軸 本局会努力来推动 以增进用路的安全 另外我们要持续严惩重大违规 轻而违规加强劝导 我一再告诉同仁 我们执行交通局地 不畏讥绩效 不畏建树 是为了安全 为了秩序 为了建立规矩 为了乡亲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来执法 所以我们针对重大的恶性的违规 比如说酒驾闯红跟超速等八项 来严正执法 至于轻微的一个交通违规 以劝导来代替举发 另外我们要跟去推动交通宣导工作 我们持续的收入各种车祸的实力 我们绍应成光碟 到学校到各治安 做台会里面去发放来播放 另外我们落实交通违规 举发审核的机制 来提升执法的品质 另外我们持续希望能够透过执法 及各面向的努力 来降低交通事故的死亡率 另外我们针对严重发生 事故较多的族群 我们警察局正结合县府相关局处 来推动以市区公车 以及DRTS 就是需求返运式的一个公共运输 我们免费载运老人的一个计划 以及规划原住民部落 降低交通事故的防治计划 以鼓励奖励部落自主管理的方式 来降低事故的发生为目标 另外我们持续落实 富佑安全 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性 烧来的防治等等 另外我们会持续的提升 为民服务品质 重视民众治安的感受 我一再的免疫同仁 我们身在公门好修行 你为警要心存百姓 所以我一再的 跟同仁互相免疫 我们应对进退 我们面对外界 不管是民众 记者朋友 民代等等 我们要诚恳的态度 诚实面对 因为一句话使人笑 一句话使人跳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同仁的一个服务品质 能够持续提升 也重视民众的感受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民众 便捷 人性化的优质服务 来提升民众的满意度 在官政警察风际方面 维持努力的 在要建构一个 正派青年 行政爱民 有四位观的一个团队 所谓警察的风际第一 风际重于一切 我告诉同仁 你一百支的技工加奖令 抵不过一张的起诉书 工作的疏失 可以原谅 风际案件绝不宽带 因为任何警察工作上的 贡献跟表现 都不足以弥补贪张王法 所犯下的错误 所以对于警风际的红线 我最不容许任意的踩踏跟跨越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 广收风际情报 我们会强化风际的检测 机先有效的防处 我们会乐时教育辅导 实施关怀肯谈 我们也会强化考核机制 淘汰不识问的同仁 另外 所谓严禁酒驾的地方条款 如果严禁酒驾 设犯所谓的公共危险罪 当然的联总考机 一定是平等 另外调整服务地区 情节重大者尽于免职 如果严禁勤务中酒驾 他的直属主管 立即调整为非主管职务 另外我们会加强法制宣讨 来强化严禁的法治观念 最后 我想治安交通是警察的两大任务 行速稳定的治安环境 跟平安顺畅的交通 是本局的使命跟任务 在过去一年 本局着力于进化治安 扫除黑帮 不遗余力 去年总共发动了10坡的 扫黑行动 减速线内的邦派分子 成员114人 那今年迄今 我们总共实施了三坡 减速28人 那减速非法枪弹部分 我们总共查过各类枪支 六十二支子弹六百零八颗 目的在乡米辖内的一个治安乱远 希望我们花莲县民都能有安全 放心的治安环境 另外在外在在交通方面 去年本县的A1死亡车祸 发生三十八件死亡四十三人 也较前年减少二十一件 二十二十人 降幅高达百分之三十一点七 另外酒驾死亡部分 减少五人 降幅四十六四四点六 我想人命无价 人命都是等价 减少一件不幸的死亡车祸 避免的家庭那个悲剧 那为了花莲更好 本局将竭尽全力 再造更完善的治安交通环境 另外继续扶青 铁案柔群是警察 为民服务最佳的表现跟职责 我刚刚报告 本局有七百八十一位的同仁是花莲县级的子弟 那个人到任迄今 我台湾跟同仁共勉 希望在自安交通工作之余 也针对辖内的脑弱贫病产 能够给予协助的观念 然后善用社会的资源来帮助弱势 那一百零四年 等局同仁主动发掘 继续救助的民众 运用全国的慈善团体 激烂救助金或者是慈善的物质 总共九百七十件 金额一千零二十一万七千四百元 让线内的贫富弱势者 能够适时得到温暖跟关怀 那去年年底 我们赖医长曾经跟个人提起 议会前面跟警察局前面 这个战斗教练场 是不是能够一起来加以整理 能够善用 然后建构现一个休息的空间 未来可能变成一个议文广场 那本局得到在议长的指示之下 我们积极的响应 所以我们也把警察局前面的 约一千五百坪的战斗教练场 我们动用全体同仁 来整理周边的环境 修剪树枝 栽种草皮 并清洗人行道等等 那经过三个月 目前已经连成一块 日益昂然 假日或是傍晚 很多的乡亲 甚至行动不变的 有康复 推着伦理 到这边来善心 我想这个地方 已经变成一个美丽 而且有多功能的休息场所 我想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个人担任警职以来 我刚报告 我一直秉持着正派青年 情政爱民的理念 来带领同仁 并且本租菩萨心肠 霹雳手段 心存百姓 心存同仁 来推展警政工作 除暴以安良 我将继续领导所有的警察同仁 将民众的小事 当作警察的大事 因为 在民众的眼中 看到警察 就像看到政府跟公权力 这是一种信任跟责任 我深切的期许 我们警察同仁都能够 怀抱崇高的尊严 的现代好公仆 期许所有同仁 作为一位受人尊敬 偶有尊严的好警察 希望能够留建树给地方 留名声给自己 留功德给子孙 来共同免利 并 让民众永远感受到 花蓮是一个幸福 而且是快乐城市 也不负各界的期望跟所托 啊 仅此报告 尽此于各位女士先生 能够不吝止教 并继续给本局同仁 鞭策鼓励跟支持 谢谢大家 报告完毕 恭请指导 谢谢警察局 江局长详细的报告 现在请消防局 林局长上台工作报告 商务理长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是代理事长 其实各位媒体 先进 大家好 公宏贵会 第18届 第三次定期大会开议 文卫尊宏大会 议程率领本局 客室主管 列席 报告本局 104年9月1号 到 今年的3月31号 期间 消防工作的推动情形 在工作报告前 首先为大家介绍 本局各单位主管 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指教 第一位是我们的副局长 吴泰晋 秘师 陈锐林 我在调查科科科长 彭明德 彭科长同时 兼待本局的 灾害一彎科科科长 灾害管理科科科长 宋雨和 请及救护科科科长 王永杰 灾害抢救科科科长 李龙胜 督查信任科科科长 林武正 救灾救护指揮科科长 黄瑞明 行政科科长 纯秋明 会议室主任李梅雪 他现在在中央受讯 由我们那个 警察局的 会议室主任 会议室主任 见带 人事室主任 郑秋燕 郑风室主任 刘毅明 救灾救护第一大队 大队长 朱泽民 第二大队大队长 王明忠 第三大队大队长 李冠纯 本局在县长的领导下 市长前线火灾预防 灾害抢救 及紧急救护工作 以前线三十多万 乡亲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本局的工作效能 也直接影响人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 后来更成为民众 凭见政府 输政良宇的重要指标 本局秉持着救人为先 服务第一的精神 以创新 效率 及热忱 呈现给民众 最高效能的服务 全力为本县 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做好守护工作 并积极 营造您在爱的公共安全 与良好的生活环境 这时感谢各位 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多年来对本局 各项工作的鼎力 支持与辩措 此本局都已有效力 面对各种防灾救灾的考验 并严满达成任务 现在进行本局工作报告 详细内容 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参与本局提供试验资料 或者是工作报告的 第225月到236月 本局自104年9月1日起 至105年3月31日 以下称本局工作报告分列为 8大类各项工作实施情形 检视如下 一 灾害防 在灾害预防部分 一 消防安全检查 落实各公公众使用建筑物 类管场所检修申报 本局类管场所 继1861次 本局共 继检修申报 1250家 较去年同时检修 1324家 减少了134家 本局不合国开立 限期改善通知 单既有 248家 违规 计划 28家次 这个限期改善通知 他如果在期限内 没有改善完成 我们在开他 违规的 告发单 20家次 截至目前 不合国的还有剩下82家次 将持续追踪复查 防火先导 应用本线 妇女防火先导志工 配合 交往同志 生日加加呼 先导防火防震场势 并指导各自家用电 用火局瓦斯安全 以提升民众防火防灾应变能力 本期共计实施 家户房市3168户 并有鉴于去年清明节期间 发生多期 扫墓烟烧火警 今年特别与清明前夕 动员警销275人数 妇女防火先导队 82人士 住各沐沿实施先导及警戒 今年沐沿火灾 从去年的17件 减为一件 降虎达到94% 成效良好 被提升防火先导能力感情交流 团队精神 加强学习合作及展现 互先志工合力 发挥防火先导成效 本县 妇女防火先导大队 在于105年3月14-15-16日 由大队长率领 亲自前往外宣室参访 活动内容包括参访新直市消防博物馆 新直市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延期官某交换 先导新都及加强及如何推广防震防災 观念到每个社区各个角落 使将灾害降低 达成灾害 零零的目标 二 防火管理 推动防火管理人制度 指导制定消防安全防护计划 并落实之前 以强化 场所制止消防安全管理 提升智慧消防编准能力 并发挥初期灾害抢救功能 减少人命伤亡及财产损失 本县各项公共场所 以零用防火管理人制 既有832间 23,148人参与智慧消防编准演练 较去年同期增加 1408人次参与演练 并协制办理191间 场所的智慧消防编制演练的验证 次危险物品管理 本县列管公共危险物品场所 有25家次 异化石油气分装厂6家 检验厂2家 持存场所10家 瓦斯航87家 串街场所55家 报纸烟盒贩卖场所1家 为杜绝违规情势发生 持定期检查外 亦不定期前往抽查 本期公共危险物品场所检查19件 异化石油气场所检查775件 报纸烟盒场所检查9件 专业报纸烟盒摄理事件 统计期间共计起地 异化石油气违规12件 较去年同期起地2件增加10件 2灾害抢救部分 1灾害消防救灾信念 1都市计划及内政部 营建设定班 划设消防车辆救灾活动空间 指导员者规定 于105年清查本县 狭小巷道火灾抢救困难地区 共计有295处 目前此与针对 各次举办 抢救演练75场 二续一将持续办理 于年底前前室完成 以提升整体救灾效能 令经本府各单位共同努力 直按检讨都市各乡镇市工种 克服困难改善 并明令日后执行不利 造成公安问题 必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至105年3月提值 本县内管狭小向大 划设静停标签式 以至原本划设的136条 43.3%提升到246条 已经提升到83% 我们预计要在今年内 要拿前室完成 或民力应用的部分 为强化消防战力 各一销分队每半个月定期办理主性 另一个乡镇市辖区特性 办理水上救生专业训练 三难收救训练 借以充实 充实救灾技能发挥团队精神 本期以为前提 一销人员包含富仙 以及奉房志工 及灾害防救团体 灾害防救团体 我们有三个防救团体 完成血情意外保险招标 有效提供 几等血情的保障 三 办理消防室 凭建灾害防救团体 机油单位 补制救灾 装备器材采购 我们去年红石智慧 花园线智慧 后平建委优等 后补制三十万年 今年一百零 今年的平建 在上周已经公布 我们红石智慧 仍然得到优等 可以获得补制三十万的 各自设备的经费 另外我们今年的花园线 救灾学会 救灾学会 也后平建委 加等可以获得二十万的 一个补制经费 三 争取补制及编列预算 充实装备提升消防战力 一百零四年度 各自消防水箱车三辆 小型消防水箱车两辆 消防衣冒雪一百三十三套 所持沙轮机七台 橡皮艇的船外机一台 三弹收救防寒衣二十件 空气呼吸器变子三十指 急流救生衣九件 三阶梯五个油压破坏器材三指 救生艇 自含船外机的拖架船 一艘 一艘 抛唇墙一指 空气呼吸器十四指 消防帽内秤三百顶 水域防寒衣二十七套 这已提升消防战力 另外过入消防室 专案补制的弱显象以八指 五用气体增射器两指及 个人救命器一百二十六个 另外本期另外像发动基金第二期 争取到自 一百零五年到一百零八年 将增购 各式消防车总共有二十一辆 和核准有经费一一九千万 消防疫苗学及特种收救队的装备器材 等各种救难装备 总共有五千万 四三难收救 本期执行三难收救共十九件 自动人员一百一十七人次 和既有十六位民众平安 和救较去人同时 增加八件两人 五火灾抢救 本期执行火灾抢救共三百六十一场 含建筑物火灾一百二十九场 共计救出受困民众六人 本期总共有火灾死亡两人 以去年同时 火灾抢救六百四十一场比较 发生件事减少两百八十件 受困民众增加三人死亡 减少两人 六十消防水源管理 本期目前共列管 地上市消防栓四百九十九支 地下市消防栓三千一百支 合计三千五百九十九支 以美业由辖区分队 实施前任查查一次以上 以确保救灾用水无语 另请辖区分队 针对辖内阶法消防水 用水地区进行检视 并请当地乡镇市公所邀及本局 辖区分队 及自来水公司办理联合会刊 自一百零五人三类 以增测二十六次 另外有四十四次在增测中 另外无自来水管线 通过西办理沿管工程的 有十九件 西京当地乡镇市公所统计 该地区 使用自来水住户的适量 并提报自来水公司 需求再由自来水公司 向水路水历史来提出计划损合 另外在管境构小的部分 是办理管线车换的工程 既有七次 基金自来水公司排定管线 车换期限来办理 因为刺客山地区为是偏僻交通不便 且迄今未能车射消防酸 确保救灾用水无语 为强化刺客山地区水源调度情形 由本级狭气分队 与当地民众协调 因为那个刺客山他们都有那个 池水槽在做灌溉用的池水槽 只要在池水槽上面 装设消防酸转换接头 就可以当成我们的消防用水来使用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含请 一礼正公所来办理联合会堪 以加示本案俗行的进度 三 灾害管理的部分 分期 分线在105年 全面防卫动员剂灾害防救演练部分 获得行政院100的公文以后 前期以墙内地震 引发火灾造成大量伤病患 地震后又连入豪雨 引发土石流等 互活性灾害为主题 协调府内各相关局势 及相关单位 依润务分工积极 推演应变作为 期间召开四次协调会 并历经三次预言 最后于105年 二十三日 在花园市观光球场正式演练 正常A600人参联 演练演满完成期间 有赖过单位人员积极配合提供过项资料 机具车辆等 使得本次演续都已演满落幕 以会中央平和官 经理高度的肯定 加强防灾硬体设备维护保管 保养及软体操作应用 本县为配合中央办理应变管理 资讯云端服务系统 EMIC操作训练 由本局于105年3月25日 召集各乡正式公所及相关单位 至本县应变中心进行EMIC教育训练 该系统去整合救灾资源库 及地理资讯等相关系统 以期待旧有灾害应变管理系统 本局至103年起 即持续办理相关的教育信任 非利于灾害发生时 各级应变人员能掌握灾情 并整合使用各类救灾资讯 提升救灾效能 三推动灾害防救向下杂根工作 最有灾害防救 顺根第二起计划 前面提升本县整体灾害防救效能 使救灾能量顺根地方 本县灾害防救顺根第二起计划 以104年以产制其中期末报告师 内容包含检讨本县灾害防救分工及 建造机制进行各乡村市地区灾害潜似调查 建设防灾电子地图 修订地区灾害防救计划 编定各类灾害标准作为程序 办理防灾人员教育信任 评估避难场所收拾能量 及制作检疫失散避难土等工作项目 将报告师各与分送本府各防灾单位 其13个乡村市公所参考 本集于计划执行期间 协助各公所配合本县孙根团队 执行各项灾害防救工作事项 并采购应变中心诸通信设备 一波各乡村公所 强化各公所灾害应变中心 运作能量 四强化救灾整备应变机制 因令台风来袭 本县于104年9月间 开售渡尖台风灾害应变中心 开售期间各防灾编子单位 皆能派演进制 为可能造生灾情加强准备 在第一时间内派演 直施保全户预先失散 缩容安置人员抢救等工作 于台风期间 共知情救灾人员440人次 救灾车辆34辆次 失散2559人次 缩容989人次 此少是农损外 幸无发生任何灾情 有效保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 是紧急救护部分 在院前紧急救护未免服务部分 本期共计执行救护案件 1万020件 送医人士8287人 其中249人无生命迹象 经急救回复自主循环有38人 抗护区院人士4人 急救成功率15% 较去年同期 执行救护9953件 送医人士8343人 244人无生命迹象 急救回复自主循环有38人 康护区院3人 急救成功率 较去年同期增加4个百分点 充分维护本线现免生命财产安全 提供完善的道院前紧急救护服务 并提升急救成功率 提升道院前紧急救灾救护能力 提升本线 以104年9月19日 甲医院专专业教室办理 奉王志工 救护先导以救护祭士专专业训论 提升奉王志工执行 报院前新会功能停止案件成功的救护奖励金方案 104年10月12到21号 办理高级救护祭士专之医院急准室 熟悉教育训论 就是我们高级救护医院的急准室去参与这个训论 目前本线高级救护祭士专一 预定医职得使用顺上线市 及百分之十的 骨头糖液等两种既使用药 这以提高患者的存合力 三 本级外勤 外勤警消具有高级救护祭士专 执照有十八人 中级救护祭士专有145人 初级的有17人 104人 12月4日在培训市民同仁 企图中级救护祭士专执照 提升救护专业能力 及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的品质 四 本线消防三大志工 目前领友救护祭士专 执照共有411人 105年的3月7日到13日 在办理完成本线义勇 消防人员 妇女防火先导队 凤凰志工等初级救护员 信念共有24人通过考试机构 增加本局三大志工救护能力 与灾害后救护现场执行的紧急救护服务 三强化救护装备 一积极向消防局争取补助救护车一辆 104年补助采购的新式救护车目前已交车 拾户本局人员分队使用 二 本期善心人士有 黄敬堡先生 黄敬堡先生 以正立之女士分别 监政新式救护车共计两辆 花蓮慈善市监政一具 自动信费护士机 并于105年1月17日完成监政典礼 加入本局依旧救护执寢行列 有效充实本线救护车辆的装备 三 积极争取 花冬基金 二期的经费 既在105年到105年后的补助690万 将过次 自动信费护士机五台救护车一辆 新生理救护 生理建筑器两台等 各类的救护器材 来投入 我们的基层来使用 四 救护证明 申请净发民众 我们本局从102年 2月1日 简化救护服务证明 合法流程 当场合法民众 申请去救护证明 以增进 为民服务的效率 本局 共计 合法了6243件 五 救护祭司员的雇佣 为有效解决 消防人力短切情况 本局在贵会的支持之下 共雇佣5名的消防救护人力 已经分别投资在各分队里面 目前本局总共有服务886件698人 分担前线救护比例9% 5火災调查部分 1火災调查 在火災调查部分 本局共计 制作火災原因调查 鉴定师13案 2 为维护县民生命财产之安全 加强检警 及消防机关的密切合作 明确分工 有效执行火災调查控制 本局制作综合案件 即的火災原因调查 鉴定师 总共有8件 其中有4件 已经有侦破 加强便敏服务 涉潜分队 印发火災证明师 6 除非派遣记 知通信维护保养 本期设理各类民众服务案件 既有抓手1596件 持轰2008件 救护救口237件 加强各类卫星电话 线电操作 本身消防局现有 海事卫星 手提台11台 每月5日测试一次 目前状况都维持良好 加强出通信设备保养维护 本年度 预定新购 台湾无线电 手提台 40台 中计台 三台 救护基地台 三者 目前在办理 照顾中 另外 为了本县的 例行比较狭长 而且三期很多 很多有通信死角 为了改善通信死角的问题 经向 发动基金增齐 那在最近 内政部也已经同意 1290万分在106年到108年 来加设10台的那个中计台 以后整个装设上去以后 本县将是通信无死角 其 督查信念部分 一专案信念的部分 本期 共计实施替代亦然20轮次 水信有7人次 另外救助信的部分 总共有户信的143人次 另外在特种收救队的户信的部分 有70人次 另外在办理特考班的一个 驾驶信念的部分有11人次 另外水域 三域 水域的收救信任 三期核安山办理水域收救信任 有13人次 在例行议议部分 我们在 我们的消防人员 警消人员 总计办理了1230澳人次 3699人次 另外本期建派特斯装厂信任 包括火灾抢救信任 航空器的火灾抢救信任 船舶火灾抢救信任 隧道火灾抢救信任 火灾 有潮火灾抢救信任 火灾严调查 显察信任 消防安全检查信任 这些专业信任 本期都不定期派演参与信任 另外 前提的总信任量 本期总共有1336场次 有4470人次 参信 在行政管理部分 本期消防大楼一楼的体验期 在105年1月完成招标 目前正在 正在申请建造 有关于 伦理分队的部分 伦理分队的部分 在12月份 已经规划完成 规划设计表已经招标完成 预定今年5月 办理细部设计 6月办理招标 工程的发包工作 3集安分队 集安分队的部分 已经 农委会都已经同意 目前正在向国产史 办理土地移波中 4为了强化 消耗人员的救灾救助信念 我们 预计在 那个万农分队 实施一个信念场的 一个建建 总共有 500万的经费 目前 该场地 因为是先制到人民会 现在人民会已经同意了 正在办理土地移波 土地移波 完成以后就可以 立刻来发包 第五 发廉消防分队 发廉消防分队 在 已经长达35年了 那在九澳一大地震 以后 以93年 期间 曾经 鉴定 那个安全气势 未打标准 必须作为 结构 的防震 补强的工作 那 我们在105年 在108年 有匡列了 1800万 经评估该地区距离米轮断层很近 而且 已经35年的 在 花1800万去兴建 不符合经济效益 所以在本局局 县长以及立委的支持下 我们 去向 这个农委会的领管市 发廉领管市 协调 已经同意 在国风段那边移波 一块国有土地700平 来攻我们兴建 发廉分队 目前也是在办理相关的作业当中 人事业务部分 本局工资内部升迁有 99人次 另外 定定分层负责名细表 以及 鼓励同伦不断的进修 本局 本局目前考上 够大学研究所共有12人 大学进修的教育的有两人 三等特考一人 消防设备是一人 另外本局编制338人 105年的一山研究是298人 已经增加到310人 截至目前为止 缺偶有67人 那已经积极的向消防局 征企补制 征企派补 必须到108年会完成 全部派补完毕 另外办理退休 以及 夜府 武系金的一个照顾 事与 都按照其成的办理 会计业务部分 本局 本局105年度的一个税率预算是 3810万 税率预算是 416550万8千年 现在正宫 AO的部分 本局定期的办理各项的正宫先导 以及在办理 那个采购AO的一个监办的 的工作 结议 发明景林太平洋 位于欧雅板块 大陆板块的交界 上天是给了我们 举世无双的天然美景 以灰烏的土地 以及丰富的天然资源 但 风灾水灾 尊灾等各类天然灾害 也是我们必须共同承担的使命 由于近年来极端气候所衍生的各类重大 复活性灾害 在世界各地不断的重源 更让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维护前线现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文锐愿引领本局全体同仁 结合县府防灾救灾团队 及消防三大志工等社会团体 以敬畏心 积极做好各项消防工作 实时秉持着 调底重宽 御底重源 务事抵制不来 事物由于代之之态度 毅力努力做好 各项离灾防灾救灾工作 以防患本县乡亲受到灾害的侵袭 维护安全的生活环境 最后期盼各位议员先进 持续对本局给予支持 多次与指教 并致大会圆满成功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健康快乐 平安喜乐 报告完毕 敬请指教 谢谢消防局邻居长的报告 下个议程意见交换 现在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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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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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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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很多的要求 都是站在民意的這裡 不過我想最近 是不是請兩位局處 來提供一下一個數據 是不是可以把 我們現在警銷 所有的勤務車 你們保險的狀況如何 既了解 好像以前有用已式的前選 也就是說在 我們的警銷人員出動 消防車的時候 那麼有意外事故的時候 你們處置的情形 是不是可以在會後 立即提供給本席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花蓮縣警察局 因為正好在我們 一里分警的轄區內發生了 兩位員警 因為在執行取締的工作的同時 發生了大卡車 撞到我們的警車 這裡就凸顯了一個問題 因為在巡邏的這兩位警員 因為我有跟楊分析長去關心 分析長也特別 對這兩位警員 處理的這個車禍的狀況 因為有經過媒體的披露之後 那麼也特別去做檢討 也就是說現在剛剛畢業的學生 才83年次 算了才20幾歲而已 從警校剛畢業 那麼你兩個 一個男生 一個配一個女生 都是剛從學校畢業出來的 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在執行攔檢 我想這些經驗都是不足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警察 退休潮 這麼的多 去年有一些非常好的 一些年輕的 幾乎算是年輕的 50來歲就要退休了 55年次以後 他要服務年資超過25年到30年 都退光了 那麼現在顯得 這個警察的這個工作啊 那麼可以說是 這個在替補的過程當中啊 都有一些比較年輕的這些員警 在做執行勤務的這個過程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被衝撞 還好 這兩位啊 沒有發生生命上的這個意外 我只是做這個擦傷 那麼車子非常嚴重 那這個時候就發現了 我們警察局的車怎麼都是補那個強制險的啊 你在執行勤務是屬於執行公務 為什麼你們只有強制險 這個問題在哪裡 我想會跟縣長來做探討 是不是針對我們所有的警行車啊 應該要給予 類似像我們現在警銷的部分啊 有一部分是你在執行的部分啊 應該是屬於以示的潛險 包括這個強制跟碰撞險 我們這些員警剛剛畢業而已 不要想不開耶 這條錢在撞下去 一台車就是要十多萬耶 一台警車的修費要十幾萬耶 你叫誰出啊 局長你出嗎 但是分析長你自己拿的錢拿出來用 還好我們 很中隊的這個顧問團啊 算起來是比較體系我們警察的工作啊 這一部分的資金啊 是由我們的這個議警顧問團來吸收 算錢不是說太多 但是你叫一個剛剛畢業的員警 然後去負擔這十幾萬合理嗎 我們把他當作說那是我們的小孩 我們警察有很多都是我們同仁的這些子弟 那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其實在執行勤務的過程當中啊 我想應該要比照我們警銷 我也希望說警銷的部分 這邊如果說能夠提供數據的話 是不是你們有意外事故發生的這些啊 還有我們前線的 警察局我們有沒有這些員警在執行的這個過程當中啊 發生了這樣的一個意外 我們警察局有沒有給予適度的啊 這些補償的這個作用 如果是健康執行公務 那死人當然要自己負責啊 那首長坐車 那首長你自己負責吧 或者說你今天在最基層的 我們的派出所的 這些都有一些警警車的一些出勤的狀況啊 那麼本席是針對這個部分啊 那麼要特別特別來邀請 我們的這個縣長能夠重視 那麼另外嚴警的部分啊 補的不夠 我在這邊啊 我跟張志冠張議員啊 他也在我們這個大會提案的時候還特別提到啊 對於這些人事不足的部分啊 還有一些就是超勤的部分啊 有很多的嚴警啊 都因為人數的不夠啊 然後補了非常多的這些啊 必須要去上班啊 但是又不能補價 這個部分的這個超勤津貼是不是也應該 要多一點給我們基層的嚴警啊 我想這比較公平一點啊 不要說超勤津貼都是你們大館的領 啊我們最期待會都沒辦法領 還是領比較少 這一點都不是太合理的啦 以上是本席對警察局跟消防局的兩個意見工作交換 那麼希望會後能夠提供資料給我 謝謝 優淑貞議員 謝謝主席張俊副議長 兩個局次舉出式的我們的好朋友跟我們的工作人員 議員同仁跟我們的媒體先生女士大家好 我想針對消防跟警察 都是在維持我們花蓮憲民喔 生命財產最重要的一環 首先我們先對喔 我們警察局來做分享 本席自從上任 擔任議員之後 執行最多的大概就是入口的監視器 在我們的入口的監視器是我們民眾喔 他們覺得最有安全感 也是他們在生命財產保障最重要的環塊 當然在這個部分裡面喔 我們必須要執行到我們的監錄系統 他是非常完整 而且沒有故障 甚至於他的解析度 我們的要求都是必須要是最完備的 因為 因為怕一萬只怕萬一 當我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才會發揮我們裝置的功效 所以啊在我們的派出所裡面 也可以看到我們每個十字入口這樣的安全 也可以作為第一線的防護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的建制的一個在這個產品喔 這個監視器的這樣的一個要規範喔一定要落實 所以啊不希望有掉不到的或者是剛好故障的 或是模糊看不清楚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一個執行裝置的費用都相當的高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一定要落實到我們 真的確確實實的裝置的一個需求喔 不要把它認為是一個空色的這個好看的一個裝飾品 第二個很多議員都提到了人力不足的部分 我們也知道在今年所有警銷還有我們警察人員的這個招考 超過五千人喔 那我們也看到我們的這個各個派出所分局裡面 有很多的新的生力軍來產生 而且都是非常年輕 學歷都非常的高 有的都是行大出來的喔 警大出來的 那我也希望我們非常資深的員警 能夠做為這些學弟學妹們的這個指導最好的實地的老師 也就是希望喔能夠落實我們新進員警的這樣的一個經驗的傳承 這非常重要 不可以說他是新任的員警 然後呢這個不懂那個還沒有碰到 造成了一些執行上面的一些比較不足的疏失 我覺得這個都是不應該的喔 所以我們希望落實傳承的部分 當然我們用鼓勵 用指導來代替鞭策 所以本期在這個基層服務員警裡面 因為人力不足 我們可以諒解這些新進人員經驗不足的部分 但是我們也希望所有的資深同仁能夠給予 我們新進人員的一些正式的一個指導 警察真的很辛苦喔 上次在網路裡面11點多家長還把孩子遺留在路邊 我們的員警帶回派出所還要兼保姆喔 那我就覺得辛苦的工作人員辛苦的員警好朋友們 在警力不足的狀況之下我們真的要加油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很多很好的執行面 我們要繼續保存的 像我們的這個富佑科把我們的宣導向下扎根 自動的進入到校園裡面去做家暴的宣導 去做這個各項的宣導的一個機制 在我們的校園裡面 我覺得這就是非常好的 當一個小孩回家跟他的父母分享喔 我們遇到了這個詐騙應該該怎麼樣 我們遇到紅綠燈該怎麼樣的時候 家長就會有很深的認知 連孩子都知道了 所以我們大人一定要遵守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 談到我們的校園安全的管理機制 我們的有的校園有警衛士 所以有警衛來負責 有的沒有 但是警力不足的狀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來協助我們的校園安全的執行 或許聽起來覺得這應該是教育處的 但是本席一直在強調 橫向聯繫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針對我們每個已經有警衛的學校 或者是有志工團體的學校 做專業的研習跟培訓的研習活動 直接的跟我們的學校取得聯繫 進入到校園裡面 把我們花蓮縣已經有警衛的學校 可以開一個警衛的座談訓練研習班 讓我們更專業的校園安全 回護的規範 可以讓我們這些警衛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在這邊也要跟大家報告 在我們北昌國小前面 我常常看到我們的黃針章我們大隊長 在那邊做這個交通宣導 他是志工也是家長 在每天的通勤上課時間 我們有很多的導護媽媽 導護志工在為我們做邪情 在為我們做交通安全的這樣的一個規範 尤其在很多的大學校前面 我也看到我們的警察人員 也有做這樣的一個邪情的協助 但是我相信我們的警務人員 還是算少數 也不可能每天去站 所以那些導護志工媽媽 那天交通為安的志工 就是我們要先教學 先示範 先延續的一群人 我們給他們正向的支持 給他們正向的表揚 給他們正向的鼓勵 最重要的還要給他們最具體的 專業的 怎麼樣來做一個 導護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可以讓邪情名利 可以讓父母一起來參與 更正向 更有效的一個部分 再來 就要談到我們的交通問題 為什麼 我們很多村長提出來的實質建議 我們會因為法令不足 會因為交通流量不夠 會因為很多的原因去打扮 實實在在 在地的村長的建議 譬如說我們福興村的村長建議 福興路跟舊村一街已經有六條人命在那邊上升 為什麼紅綠燈不能裝設 在我們的南華蕭村長這裡喔 這個極安路五段跟南華六街需要有紅綠燈 在我們仁安村的蔡村長的請坐之下 為一個交通號制非常清楚的建制標準 雖然有一些我們去檢測的時候 這個入口的來往車輛不足 但是我們去的時間 但是我們去的狀況 分為可能沒有辦法代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這樣的一個 檢視我們只是一個抽查的一個機制而已 所以喔村長的建議 我們希望呢能夠為參考值的首要 因為他們是在在地地 就是在那裡最清楚的一個部分喔 所以這邊跟我們消防局 跟我們警察局做這樣的分享 緊接著我們跟消防局來做一些 個人的本席分享 我們知道我們人理呢 要新建我們新的我們消防局 在我們極安分隊的這樣的一個 消防廳的建制 所以我們的村長有建議到 因為我們要建制在我們的人理八街的這個部分 我希望我們消防局能夠跟附近的居民 取得更多的這樣的一個 分享跟說明 不要讓我們的居民產生的恐懼 產生的疑惑 甚至於產生的不必要的想法 不過我相信喔 聽說村長已經有跟我們來提及喔 作為雙向溝通的部分 我們消防局還沒有到達 所以呢我這邊喔 也要提醒我們消防局 趕快去找我們的村長 趕快去找我們的村民 因為這樣的設置是可以建構我們社區 保障我們生命財產安排很重要的一個環塊 也能夠就近的來作為我們整個大吉安鄉 這個 這個打火的一個救助機制的 一個 要向 所以我們請消防局喔 趕快呢跟我們的 這個鄉親來作為一個聯繫 再來 我們既然談到了吉安分隊 我們也要來談談 我們消防局 我們非常期待的 一樓消防室的展示區 還有我們防災的體驗區 以及我們六樓 聽色的新建 已經流標現在呢 在我們去年流標以後 已經回 歸 我們的消防局來作為一個 執行喔 所以 在我們整個大樓的新建 當然跟建設處喔 所以那天跟建設處也做了一個分享 這麼重要的一個 執行的建設方案 當回歸到 消防局之後 我們該怎麼樣再來跟建設處 作為一個橫向的聯繫 趕快完成我們消防建制的 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的 剛剛談到了我們 這個警察局 向下加根的教育 我們消防局也規劃了這麼多 我們走進校園這是常態性 一般都已經做好了 現在我們邀請我們的孩子 邀請我們的鄉親 邀請我們的鄉民 來到我們的這個 消防文史館 來作為更 具體的說明 更專業的分享 但是現在 聽設出現的招標性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改善 甚至於我們 第一大隊喔 我們花蓮消防分隊 跟我們第一大隊 吉安分隊的 土地 執行 聽設的問題 我們要有很安全的 聽設的執行 我們才有一個 非常完備的 準備 一個計劃 一個創意喔 也就是我們消防風水師走入我們的家戶裡面 甚至於透過我們 傅軒 透過我們鳳凰 透過我們義消 來作為一個社區關懷的結合 讓我們的這個 重聽的 獨居老人 市場的獨居老人 可以有 增煙 探測器的免費的裝置 讓他們在火警 第一線的時候 透過增煙探測器 趕快告訴他 發生危機 你必須要來 逃難了喔 所以這個部分呢 也謝謝消防局 甚至於 在我們 資安風水師 直行的第一線 看到了我們 獨居老人 身上的老人 沒有辦法進入 他的 衛浴裡面 去洗澡 因為也沒有無障礙 我們的義消 竟然出錢出力 自己去做這個 水泥工 去把我們的 無障礙設施 甚至於把衛浴都弄出來 讓這個老伯伯 不用在寒冷的冬天 還要在自己的庭院洗澡 那我也覺得消防人員 做到了 我們 這樣的一個創意 更會結合到社會資源 這裡真的要代表我們的鄉親 跟大家來 致意跟致謝 看到我們 這麼多的AED 開始在宣導 說真的 這一個AED的使用 我相信副局長的 這個感同身受 會比我們 大家都深 AED的使用 非常的重要 雖然有這樣的一個建制跟建構 我們一定要宣導到正確的使用方式 其實身為我們消防的 義工的一份子 因為AED我自己也參加了一次兩次 但是參加 訓練之後的一段時間沒有再復習 可能就會又忘了 所以我們的研訓班 研習班 甚至於是社區 我們要主動走入社區 到我們的這個社區媽媽 到我們的志工團 去教導我們的AED 因為我們的AED的 這個部分也已經走入校園 我們也看到了 許多台北的這個企業團體 也捐助了給我們花蓮一些來使用 我們希望我們把愛心捐助的AED的這樣的一個機器 不要輪圍我們觀賞 掛在牆壁上的 而是 至少十個人裡面 要有兩三個三四個 六個會用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使用推廣是必須要的 最後呢我們要談到一個 比較深入一點的問題 就是 我們怎麼樣來落實高山搶救的辦法 我們看到了那一天 高山的一個受難的 一個人員裡面 我們消防局其實高山受訓的人員 跟專業有限 在我們進行高山急難 救難的時候 我們自己本身消防人員的安全應該放在第一位 我們有了 安全保障我們才有辦法去救別人 在高山裡面 非常多的這個所屬單位的分項 他到底是屬於花蓮縣 南投縣 台中縣 哪一個縣市所屬單位這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們又是礙於 在救災救難的時候 沒有辦法馬上的 很明確的 指示出是哪一個縣市 所以我們必須要 依照權責去做這樣的一個救難跟機制 所以我們要來建立這樣的一個高山管轄權 在我們花蓮縣裏面 在我們花蓮縣裏面 一般高山的管轄權大概在泰管 處跟林務局到底是哪一個 當地的所屬機關在哪裡 指揮官到底是誰 為什麼會這麼講 很不捨 我們每次救急救難的消防局人員你們上去之後 所屬的 這個權責所屬機關並不是你們 可是你們後繼無緣啦 你們要救災救難 又要在高山裡面尋求 自己救難人員的這些 11住行 一上去就是10幾天 為什麼所屬機關 他們只是來串串門子 來看一看你們救的什麼樣子 到底有什麼 資訊呢 我覺得 所屬 地方機關一定要出來 必須要協同擔任指揮官來跟我們一起進行 三地救難 不是純屬來 關心 純屬來 了解資訊 而已 當被害人出現的時候 人命救助的時候 我們消防局挺身而出 救命救難 第一線沒有問題 但是 在獨立無緣的救狀況之下 我們的生活機能 我們的救難的 專業人員也必須要 受到我們生活機能的保障 所以在這邊也鑑請我們 局長能夠建立一個 落實高山搶救的辦法 來聯合我們高山 所有所屬的一個相關單位 來給我們作為一個最迅速最確實 而且呢 最 有 效率的一個搶救辦法 以上是本席的一個分享謝謝 好謝謝我們游淑貞 劉議員的這個 報告 接下來我們請劉曉美劉議員 謝謝主席喔 我剛剛聽到我們 潘議員講主席講 我們 花蓮縣警察局的所屬公務車 竟然沒有 意外險沒有任意險 只有強制險 我大吃一驚 其實所有的車禍 或者是所有的 事故處理 幾乎主要的權責單位是在警察單位 警察單位都是第一線在處理的 所以看過最多的車禍 幾乎都是 哈利縣警察局所屬的同仁 我記得我以前在立法院的時候 那時候剛要推 柯媽媽 強制著恩賢的法案 那 從我做民意代表的第一年 我就明白一件事情 做民意代表 會相當弱勢 所以我就找到了所謂我的車子都一定要保一個任意險 當我跟民眾發生車禍的時候 無論對或不對 我們最先 把這個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 然後第二個 我也要在這裡提醒大家 在這個時代裡面 身為一個警務人員 其實 某一種程度在社會上就是一種弱勢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江局長 這個可能 我18年前 我在20幾年前當助理的時候 我們在立法院推動所謂的強制責任險 在18年前我做調節委員的時候我就發現了 一個任意險 可以轉嫁 交通行駛上的風險 所以在這裡 我不知道花雷縣的財政狀況 是否足以去支撐所有警務 用的車輛 全部的以示 保險 但是 因為 消防局跟你們的車輛是確實不一樣 確實在 實際上 的保險範圍會有不同 有極大的不同 你們數量 車子的數量絕對會遠遠超過消防局 數倍甚至十倍以上 所以麻煩你 趕快徹底的去研立一個辦法送來議會 如果需要我們協助 我想 我們大會裡面所有的議員絕對會給予全力的協助 競速用你最快的速度 因為這個一天都不能等 我沒有辦法想像我們的車子是這樣 這第一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這幾天 在新聞裡面我們看到很多很多 令人覺得遺憾的事情 剛 總會的同源 先進也有講到 警方要抓一個女毒蟲 事實 在這個追捕的過程有一個小女孩 被撵斃 我在新聞裡面看到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有一點點震驚 可是我看到後面的訪問 我當場眼淚是飛奔的 而且這兩天也有人傳簡訊給我我就說我當場淚崩 為什麼 因為 激情的這三個員警其中有一個被訪問他說 寧願被 撞死的是他 他說 還有另外一個說小孩子要抱著他傷口那麼大一直在流血的時候 那個他整個人同時是跟 小女孩一樣 即將死去的感覺 我覺得那都是很嚴重的受創 那都是非常嚴重的受創 那我看到這一段其實我是萬奔不捨 同一天還有另外一個新聞是新北市的原警 他要開槍微補嫌辦 但是他在開槍的那一刻我們可以從新聞的畫面裡面 發現他頓了一下 很明顯的頓了一下 那個我當時看的時候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我說怎麼有這麼笨的 開槍都要頓一下 可是後面我知道他的原因的時候 我又心疼不已 當年他用因為用槍 據維浦嫌辦的時候 招起訴判賠上千萬 而且他答應他的父親 這輩子再也不開槍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他開槍的時候他頓了 秒鐘 我從電視畫面裡面看到 所以我覺得 我記得我妹妹要去澳洲遊學打工的時候 他一落地澳洲 當地的人怎麼教他 他說只要有警察攔你 請你記得 雙手一定要讓他看到 即便你要拿證件你都可以不拿 雙手讓他看到你告訴他你要拿證件 只要你的手伸進去拿證件他就有機會開槍把你開掉 這個是國外的法治教育 是你不可以傷急甚至有危急執法人員的可能性 這個歐美 一直都是很落實這樣的教育 只要你被盤查 只要你被 攔檢下來 你的手一定要讓他看到 代表什麼 代表你沒有攻擊的可能 好 再繼續講到 前一陣子有一個新聞在桃園 有一個員警 因為職勤 開槍射到嫌辦 開槍射擊嫌辦 而被起訴 鄭文燦 市長 權力立體 而且所有後續的費用 獻補來指引 再來我們再來看花蓮 花蓮有沒有這樣的案子 有的 有的 去年 去年 有一個案子 因為 警方 在勘查地形的時候 俠路 與 毒販 相逢 而且那條路是非常小的相間道路 想要路相逢了 對上了 但是嫌犯 是下車但是是坐計程車 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可是在這個過程已經碰上了 各位 我們都知道在執勤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想要制使民眾受傷 更沒有一個人想因為執勤 而制使民眾生命 受到危害 可是 偏偏這一切都是千分之一秒的 發生 那千分之一秒歹徒 是兩個人的 然後拿著雙刀 要砍我們的圓警 第一時間 已經讓計程車司機離開了 危險的範圍 可是當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畢竟一個人不敵兩個人 雙刀要砍下的那一刻 讓他們脫逃上了計程車 要離開的時候 計程車司機回頭來搭進那一台計程車 好 這個案子 我想在形勢上 可能不起訴 可是計程車司機各位 他會去跟毒販 已經發肩執行或者是已經陰暗 收押 他會求償嗎 我相信他求償不到 這個是社會常理都可以判斷的 隨之反之 一定是往國家 往警方的身上 去做文章 這個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但是我希望 花蓮縣警察局的態度清楚一點 面對剛剛上述的 不管是發生在 桃園新北或台灣各個角落 包含在花蓮 我們怎麼樣去保護自己 當然潘議員提到這個就是為了要保護我們警方 和所有的執行的同仁 我們怎麼去力挺這千分之一秒 要面對歹徒跟他搏命的 基層原警 我希望花蓮縣警察局有一個點半 而且讓警察局 態度讓所有資產的 員工 更願意 花蓮的治安 和花蓮的民眾 貢獻自己 然後而無後顧之憂啊 這個 麻煩江局長 好好針對車輛的部分 盡快 最適合的方式演繹出來給 我們 然後我們一定全力來給予協助 謝謝我們劉曉美劉議員的這個發言 和意見交換 那還有沒有議員有其他的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接近12點 已經中午的時間 那麼在這邊謝謝我們媒體記者 也謝謝我們兩位局處的首長 及所有的 這些 成本科事主管 那麼明天 是 我們 環保局跟我們衛生局的工作報告 那麼請他們準時出席 另外剛剛議員所提的 因為你們沒有答覆 是不是盡快的用書面的資料提供給議會 因為5月4號就是我們 這個議員的大會總質詢 那麼請盡速的提供資料 那麼今天早上的會議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妳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